但您看到这是台中市府宣布 社宅5000户今年是提前达标 但是市议员蔡耀杰在市议会业务咨询时提出了 前市府已经在106年就完成了3600多户 卢市府的团队只完成了1400多户 但对此副市长回应了 这地方政府的施政本来就是有延续性 社会住宅让年轻人都能有房住 台中市府日前喊出5000户提前达标 但市议员蔡耀杰在市议会业务咨询中提出 前市府已经在106年完成3600多户 卢市府团队三年只完成了1400多户 我们应该是5000加5000 怎么会是只有5500户呢 难道会是一直在糊弄我们吗 把过去所规划的设计的选址的 通通都纳入今年我们卢秀院市长的5000户里面吗 市议员蔡耀杰质疑市府团队 社会住宅只是纸上谈兵 对此副市长黄国龙强调 政策本来就是延续性 研究预定目标要兴建到5000户 不只说达标还有超过 那我们这个政策会持续的来推动 市府积极规划将设宅升级为好宅 给年轻人不用为房市来烦恼 但市议员蔡耀杰说 三房型的设宅租金一个月要16000元 还会再逐年调整 似乎不便宜 租金第一年达五折 也是将近快要16000 那将近快要16000 第二年六折 第七年七折 等到它回到第三年七折 等到回到第三年的时候 它一个月的租金就将近2万多块 它的五折六折七折 其实也是我们政策上的延续性 我们没有增加也没有减少 就是希望能够在一个稳定的 租金的一个情况下照顾年轻人 那都发局说台中设宅依法调整租金 并且有九成的出租率 未来市府还会规划更多的好宅 来满足年轻人的住屋需求 然后再来满足年轻人的出租金